第二個功能是當作倉庫儲存 這是寄寶的功能 那倉庫那麼大也是有原因的 因為倉庫會引導 好 最後幾件事情 第一個 植物細胞跟動物細胞最大不一樣 就是它少了一個層次 我們動物細胞有細胞 組織 器官 系統 個體 而植物只有細胞 組織 器官 個體 開這裡左右兩邊 那我們來看一下植物的組織有什麼組織 好 疏導組織 還有人 我不應該寫組織的 這有點太難 好 我們這樣寫一個就好了 好 植物的組織我們只要舉一個例子 我們有輸到組織 其實還有啊 你不只學到一個啊 你還有學到誰 什麼組織 組織就是有一群細胞構構成的嘛 你在學葉子的時候你會學到什麼組織 葉肉嘛 對不對 對不對 還有 跳植 也是組織嘛 所以這些都是組織 好 那器官的部分 器官分成兩個區塊 植物的器官有兩大器官 哪兩大類 營養跟 生殖 好 那營養的器官是什麼東西 三個東西 三個器官 營養的器官就是 植 金 肥葉 生殖器官就是 花 果實 種子 好 所以這裡有一件事情 順便可以幫你做連結 對 營養器官跟金葉的部分 我們如果拿它去繁殖 是有性還是無性 拿它去繁殖 營養器官繁殖是無性生殖 我如果拿生殖器官繁殖 尤其是種子拿去繁殖是什麼 是有性繁殖 我今天如果拿種子去繁殖 拿花去繁殖 生出來就比較有性生殖 好 那人類的部分 動物的部分 細胞 組織 器官 系統 個體 那系統的部分 就會接到人類那一張圖 另外幾個系統 好 最後 細胞部分上完了 剩下最後 最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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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個地方 哪裡 右上角 還有一個 細胞 學說 細胞 學說是什麼部分 細胞 學說 好 細胞 學說說了三件事情 哪三件事情 第一個 細胞是怎樣 好 只要你是生物 就有細胞 對不對 看有沒有說這件事情 只要是生物 只要是生命 就要有細胞 所以 細胞是組成生命的最基本的構造 對不對 好 所以第一個是 只要你是生物 你就要有細胞 細胞是最基本的生物的構造 好 我們會說基本的一個單位 好 我們會說基本的一個單位 好 我們會說基本的一個單位 簡單來說 就是只要是生物 就必須要有細胞 好 我們會說 C 就是細胞 好 第二個 還有什麼事情 如果這個以外 我們講三件事情 好 三件事情 好 好 希望是 這是組成生物的最基本的單位 還有另外兩個 我記得第一個跟第二個很像 對不對 還有嗎 還有嗎 好 還有一件事情 其實第一個我已經把一二寫完了 因為第一句話是 所有生物都必須有細胞組成 第二個是 細胞組成所有的基本單位 這兩件句話是不一樣的意思 好 所有生物都細胞組成 細胞是組成生命的最基本單位 這是最小單位的意思 好 第三件事情 是細胞由細胞產生 細胞由細胞產生 好 好 細胞由細胞組成 細胞由細胞產生 所以這裡有三個科學家 不然是極端不會跑 極端沒有那麼無聊 不過這裡有一個口訣 就是西方學中很重要 如果你集不起來 你就完蛋了 所以你就會 取旺就很像西方 就是 他的一個系列蛋 所以很重要 所以飛機不可 所以飛鴿 好 一個植物學家 一個動物學家 植物學家發現 所有的植物都有細胞 所有的植物都以細胞為最基本的單位運作 一個動物學家發現 所有動物都有細胞 細胞他的最小的 是基本的單位 飛鴿 發現一件事情 今天一個細胞 只有前一個細胞 好 好 那又會出現一個問題 那第一個細胞是怎麼來 第一個細胞 科學家有討論 但是沒有結論 因為沒有人看到 規則 好 我們有講過細胞是有組成的嗎 對不對 所以科學家講說 在海裡面很適合的環境 可能在石頭裡面 可能是在岸邊 所有人講 有科學家講說 先在海盪一直打 那些油 就慢慢的去成小油滴 有科學家是在講 石頭裡面有一個很適合它形成的地方 好 那不管怎樣 反正就形成油滴了 好 這個油滴呢 一開始是沒有生病現象的 後來呢 因為在合成的過程中 發現了一些 會自我複製的物質 這個物質抄進去裡面 好 去完美 所以就變成 OK 複補件 最上面那一個 圓核生物 好 細胞朵 細胞物質 細胞子 三大複製 好 作用這邊 作用這邊有什麼問題 沒有喔 OK 那是它搞定了 通常一節都要搞定了 好 好來 拿出人體的那一張 人體的那一張 我大部分都不想講 因為太簡單了 所以請你自己完成 齁 看圖說故事 左上角 腦部的構造 我不講 呃 中間 消化的地方 我也不講 齁 就把消化的構造填進去 齁 那 右邊 呼吸構造 我也不講 左下角 的 避尿系統 我不講 我只講 幫你複習內分泌 還有 循環 幫你複習這兩個區域就好 OK 其他地方比較簡單 請你自己完成 因為它都是要背的 不用理解 好 所以如果你是有空 就把腦袋那邊補充完 然後小腦那邊補充完 然後你要知道它的構造跟它的功能 可以趁機烤一下一隻雞 你可能沒有學過叫尖蠟 中間這邊叫尖蠟 在一年級的課本裡面有出現 可是你們的課本好像沒有出現 所以那個儀式換下來 那你一般記的順便中處是這一個 就是 腦幹的部分 腦幹的一個關鍵字就是 它是控制你 呼吸 第二 尖蠟 尖蠟 不斷控制你呼吸 心跳 尖蠟 這就像是 尖蠟 尖蠟 對 尖蠟 疑惑跟口痕 這個你不用背 你的痕病的部分都是你那種控制的 跟你的腦幹通通的控制 然後除了呼吸跟心態以外 有時候會講彤彤方大還是打格 打噴嚏這些也是腦幹最控制的 或者是呕吐 是比較細碎的東西 那我要講最難的循環 之後下一個循環 好下次上課 我會把直上台結束 那我希望你把我不會講的東西自己補充完 尤其是消化的部分 你要再練習一次 分泌什麼 什麼性質可以分解什麼 酸性、中性、減性可以分解什麼 好 我再打下課 那這也大概幾個而已 阿達 這可以看到你 對嗎 現在來阿達 到底看起來 遮住最好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